Baby Bus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灰狼 站住 可恶 谢谢你们 去哪儿了 好险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 妈妈出门很快就回来 记住 有陌生人来敲门 千万别开门 好的 我知道了 妈妈再见 再见 太好了 小兔子一个人在家 真是个好机会 谁呀 小朋友 我是快递 这里有一个你们家的包裹 包裹 快点开门签收吧 你把快递放门口吧 你快看 这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哟 巧克力棒棒糖果豆洋芋片 哇 这么多好吃的 对呀 都是你妈妈买给你的 快开门吧 记住 有陌生人来敲门 千万别开门啊 对 我不能开门 还是等妈妈回来在哪儿吧 可我居然不上大 让我想想办法 有了 是谁呀 快开门 我是妈妈 妈妈 可是 妈妈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 哦 那个 我感冒了 快开门 妈妈你快进来 我去帮你倒水 快喝点水吧 你 你不是妈妈 我当然不是你妈妈 嗯 这个狡猾的大灰狼又躲到哪儿去了 啊 是大灰狼的衣服 啊 他一定就在附近 他经常打扮成各种样子 骗独自在家的小孩开门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我们去兔子家问问 完了完了 赶快换装 有人在家吗 请问有什么事吗 兔子妈妈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人 没有啊 我今天生病了一直待在家里 兔子妈妈 你的腿怎么变成灰色了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袜子 那你的脸怎么也是灰色的 啊 这是我清理烟囚时 不小心弄脏的 不好意思 我得去休息了 等等 你是兔子妈妈 你是大灰狼 我不跑 站住 别跑 我丢 看我呢 你们别想抓到我 别想跑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来不来多警长 别害怕 你看 坏蛋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除了爸爸妈妈 谁敲门都不要开哦 坏人很狡猾 会想各种办法骗你们开门 你们千万不能上当 好 遇到这种情况 记得马上打电话 给爸爸妈妈 一定 一定要记住 我 喜欢我们 记得点这里按赞哟 可恶的行车乱丢垃圾 哦 啦啦 宝贝 你看妈妈今天是不是超级美 妈妈最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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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你看 我的车都撞成这样了啦 我最宝贝的爆炸头 假发也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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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谁是你把榴槤可丢到我才撞车的 你胡说 我没丢 不是你还有谁 是你 是你 又是你 又是你 不是不是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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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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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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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这一路上发现了很多榴莲壳 根据这些榴莲壳分布的轨迹 一定是开往那边的车辆丢的 追 追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发现目标 注意注意 前方车辆靠电停车 想想的榴莲我最爱吃了 停车 快停车 再一块 危险 狗狗飞爪 郭子林先生 行车乱丢垃圾 是违法的 跟我回警局 接受处罚吧 我再也不敢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行车途中 绝对不能往窗外乱丢垃圾 因为行车乱丢垃圾 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 还会砸到行人和车辆 导致焦涂事故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发挥功德心 从我做起 大家一定要记住 哇 危险的游戏 我找到你了 轮到我躲了 那你可要躲好咯 哥哥哥哥哥 弟弟 弟弟 你的脑里 弟弟 弟弟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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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不见了 什么 在行车场捉迷藏 这也太危险了 你们快帮我找找他吧 你放心吧 没有拉不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小鸡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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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在这一层玩捉迷藏吗 我们先在这一层仔细找找 好 小鸡弟弟 小鸡弟弟 小鸡弟 Eg 啊 啊 啊 哇 这是我弟弟吃的糖豆 啊 小鸡弟弟 可能就在这附近 我们跟着这些糖果 就有机会找到它 糖果在这里消失了 这表示 小吉弟弟很有可能 是坐电梯上楼了 汽车场很危险 我们得赶紧找到它 二楼到了 小吉弟弟 小吉弟弟 请问有看到一只 这么高的小西吗 没有 渡冰 有发现吗 没有 弟弟 哥哥 你在哪里 哥 哥哥 是小吉弟弟的声音 哥 哥 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 快跟我来 弟弟 小心 那你 啊 啊 救命啊 自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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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 危险 危险 弟弟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千万不能在停车场玩耍打闹 因为小朋友身高矮 容易处于车辆视线死角 司机会看不到你 同时 停车场的路口较多 司机会来不及反应 导致意外事故 另外 也要小心突然发动的车辆 避免受伤 所以 大家在停车场内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可以追逐打闹哦 哇